哈喽 在520的这个期间 大家见到每个人 开场一定要送上祝福 我们希望锦鱼可以一直走花路 做长红的实力派演员 好不好 谢谢 一定要坚持下去 所以也希望锦鱼能把祝福送给我们 观看直播间的各位 马上就要到520了 我希望大家在520这一天 以及520之后的每一天 都能开开心心 然后越来越好 刚刚其实锦鱼出厂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了 今天的穿搭不太一样 之前在一些锦鱼过往的作品当中 一出厂就会有一种硬汉的形象 很man的感觉 但今天好像是走的是一个温柔风 今天也是为了契合我们的产品 平时这个 其实穿西装的几乎比较少 平时的角色呀 都是一些制服类的 然后今天其实也穿的朴素一点 主要是为了凸显我身上的这些产品 其实都挂在我身上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展现出来 说到这里呢 其实锦鱼今天身上佩戴的都是周六服的 不同系列的一些饰品 而这次我们跟锦鱼的这个合作 其实我今天身上戴的也都基本上很有渊源 一会我们会在直播间里面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 其实锦鱼一出厂就是诚意满满的 我其实注意到的是锦鱼脖子上戴的这个 叫金玉足晶的一个吊坠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款吊坠非常好看 是这是一个足晶吊坠啊 然后其实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线条啊 整体吊坠的线条感很强 然后又不会太夸张 其实今天穿的是偏正装的休闲 其实我们平时穿的休闲装啊 夏天的这这种衬衣啊 T恤啊配上这样的项链其实也非常好看 所以这个金玉啊 这款的这个吊坠呢 金玉是非常的得锦鱼的心的 大家有非常利落感的一些饰品 或者利落感的服装 温柔风的服装搭配的话呢 也可以选择同样的一个系列 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个系列搭上锦鱼 今天穿的整体纯白的一个温柔风 非常契合 而且非常的百搭 今天我也是希望的给大家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观感体验 说到这里呢 金玉作为520主题派对的发起人 非常用心的准备了 我们今天所有在直播间里面的 会员粉丝宝贝们可算是来对了 我们在直播间里呢 为了让我们的会员粉丝们 遇见不一样的黄锦鱼 我们特地设置了几个挑战 其中呢 只要锦鱼选择任意的两个来进行挑战 并且挑战成功就能帮我们的红包羽 一一的发放给大家 所以在直播间的各位千万不要离开 我们今天挑战成功 挤给大家发放红包羽 成功的次数越多呢 我们的红包的额度也就会越大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这个挑战牌 所以锦鱼今天准备成功 想要成功拿两个 这个后面是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挑战 你可以去迎接不同的挑战 准备好了吗 我们就从上往下 从上往下 我就直接撕开了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珠宝的搭配推荐 搭配推荐 对 这个对你有难度吗 其实我觉得对我还好 主要是我们这个卓柳福的产品 其实在搭配上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因为基本上这种金饰啊 这种饰品珠宝都非常百搭 本来就是百搭的 对 嗯 好 那这样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这个搭配的搭配盒 嗯 好 有请 好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样 一共是四件吧 四件不同的这个珠宝的搭配的一个推荐 请你平常自己对珠宝搭配会有自己的独到的想法吗 我觉得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啊 其实是根据这个心情去选择一些戒指啊项链啊 比如说我今天天气好心情好 我就会戴一个什么样的项链 其实没有特别的标准和模式 就是根据自己开心 根据自己喜欢的样子来 嗯 你是平常喜欢穿哪一类型风格的衣服比较多 我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以舒适为主嘛 舒适 休闲为主 休闲 运动风会穿吗 运动风也会穿 也会穿 所以会比较喜欢有松弛感的衣服 多一些 对啊 一定要宽松啊 不然衣服碰在身上 我是很很受不了衣服碰在身上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珠宝的搭配呢 包括这种配饰的选择 我觉得啊 对于景渝来说 包括我们之前看到景渝 在我们的一些公众平台上出现的时候 您自己的搭配也是比较金 但不再多 对 你会尽量选择比较简约的搭配 对 好 那我们看来景渝对自己的这个珠宝搭配 还是非常的有见解的 接下来我们要认真地听题了 嗯 嗯 我们首先要邀请景渝 在这些比较亮晶晶漂亮的这几个系列当中 选择三套来进行一个搭配 先看首选吧 好不好 选择三套搭配 你看看你的首选是什么 那我就先这个 跟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我身上带的这一套 你这个直接偷懒 对对 直接说身上这一套 这一套其实我很喜欢 嗯 这个戒指和还有这个 它是磨砂和这个光面在一起 呃 间隔起来的这个手镯 这个手镯是一个足巾的 其实戴上这个重量就让你心里非常的踏实 嗯 沉甸甸的 这句话 对 戴上就特别的踏实 戴上很踏实 嗯 对 然后这个戒指呢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好搭配的一个装饰 它有点不过一走 而且是全亚光色系的 这个全部都是亚光色的 然后这个手上其实 其实它不是这样的啊 其实它是这样的 是一个叠是一个叠蛋 你今天做了 但其实我的这个可能手也比较大 然后也比较黑 我觉得戴一个不好看 所以我把两个戴在一起 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买两个这种小一点的啊 薄一点的戒指 然后戴在一起 也很舒服 然后也很好看 其实说实话 说到锦鱼手上的这种像这种 呃很漂亮的金色系的配饰 因为黄金的配饰 它戴在身上的话 会让整个人特别是有的男士啊 一下子品位和亮点就起来了 对 而且我们这个戒指设计 你看它上面有这个结构的设计 而且它是一个亚光的呃 材质 比较低调 对 所以看起来就觉得比较有品位嘛 嗯 它是一种不太张扬的闪耀 很多人会觉得说 黄金的饰品就是亮晶晶的 然后很抢眼 但其实这一套 你可以压一个像这样的 亚光色系的 搭在身上 就可以中和一下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配 这个项链是亮晶晶的 嗯 这个项链 那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 我自己看不到它 这个项链其实是一个 但大家看到你的闪亮 是一个对 是一个鲸鱼尾巴的造型 然后整体也看到它上面有这个 呃 它设计的元素在里面 嗯 然后其实这个项链在夏天戴起来 我觉得搭配是 非常容易传达的 不管你穿正装啊 休闲装啊 其实这个项链 加上我身上这一套 都是非常容易搭配 嗯 它很闪 它这个其实各种造型 它都是能够hold得住的 而且夏天到来了 大家其实对于 啊 服装的选择 包括啊 可能陆肤度也会增多 嗯 在这种情况下 搭一个比较闪闪亮亮的 然后啊 手上再配像刚刚井鱼说的 这种比较哑光色系的 综合整个一套 出来的感受 带给大家就是一个 一个有清爽感 第二个有层次感 松弛感 然后有不规则的这种拼接状 它整体会给人一个 非常舒适的感受 嗯 这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简直的搭配是很不错 但有点小错了 因为你今天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对 我也是精心选择了之后 才带了这套衣服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 要真的来上一些硬功夫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应该怎么搭配 其实这个是两个系列啊 嗯 我们这个系列叫 外支术 外支术 是这个 就是外支术那三个字 把第一个字 换成字母Y 叫外支术 我们看到这个项链上 哦 这也是一个有设计的 Y型字母 哎呦 把我的指纹擦在上面了 不好意思 嘿嘿嘿 对 是一个光面的 那就是独一无二的了 对 光面的Y字母 在这一个 呃 吊坠上面 然后呢 跟他一起的这个手链 嗯 其实这个就很适合夏天了 这个手链 编织手链 夏天带着 又可以装饰 然后又不会说 让里边出汗啊 什么的 上面也有一个字母Y 所以他们两个 在一起 就是一个 很合适的搭配啊 好 所以你想把他们两个 搭在一起 对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Y嘛 嗯 你觉得他们两个 搭在一起的时候 一般搭什么样的衣服 会比较合适呢 或什么类型的衣服 我觉得这个都不挑衣服的 不挑衣服 我今天这套 其实搭他也行 那如果我下班了 我换上我的牛仔裤 T恤衫 搭他也可以 对吧 没错 而且其实我觉得 有一些正装的 工作场合也是可以的 对都没问题的 都没问题的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套 我们来看一看第三套 我们要搭哪一个 我们这套叫 叫小惊喜是吗 小惊喜 小惊喜 对这个名字听起来就 哇 而且它是小惊喜的 足金吊坠 我们看到这个吊坠啊 它也是有一个 金鱼尾巴的造型 然后下面呢 哇 这个亮晶晶的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 里面的镶嵌的这个 它是一种特殊的工艺 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直播间 还会邀请到一位 重磅嘉宾 会给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一下 其实不是镶嵌的东西 就是这个 黄金反射的 对对对 本身它是有一种 哑光和亮面的一个 结合体在一起 然后做出不同的造型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 编织手链 其实这个手链也蛮好看的 嗯 它这个手链的 它大小还可以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不同的需求来选 对那个也是可以根据你手腕 不同的这个粗细啊 它可以拉的 嗯 所以你觉得像这样的一套 因为它们俩一个是 有点亮面的皮 一个是有点编织绳的皮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我 我说不太清楚啊 因为这种东西 就是感觉 比较比较专业了 那我觉得它们 带在一起也是没问题的 哦 你喜欢 你还蛮喜欢迭代的 因为我看这几个 其实放在一起都没问题的 镜头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做一个迭代的感觉 是不是你觉得这一套的穿搭 或者说这种迭代 比较适合什么性格的人群 什么性格的人群呀 就是跟我性格相似的 和跟我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 都可以戴这样 你滴水不漏我啊 就比较阳光型 我觉得你可能偏有一点阳光 然后外向性的 然后同时如果穿的比较温柔的话呢 又会带有一点点的一种 整体的温柔感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人群 或者说不同的男性女性 都是可以选择的 对夏天戴上这种编织的手链啊 其实看着整个人就 花过心思在身上 温柔和舒适带给大家的感觉 其实是很很有这种治愈的 治愈戏啊 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阳光戏 无论是男生女生 还是说大家买来送人都很合适 整套珠宝这个造型也是很有个性 我们上身以后呢 也有一种活泼感 然后同时呢 其实景渝今天给我们介绍的 这三套搭配 都是适合大家在日常穿搭当中 去做一些混搭或者迭代的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考了考景渝 但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一些单品 大家都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 搭配不同的风格 我们也很感谢景渝的分享 有很多搭配的小小思 值得我们去学习 而且好的珠宝搭配的话 可以让一加一大于二的美感 我们再次感谢景渝 那今天的第一个挑战 就算景渝 算我过了吧 你当然是过了 而且是高分通过 而且我发现今天 我get到景渝的一个 时尚搭配的一个风格 就你其实还挺爱混搭的 对就是 或者叠搭 有时候那搭配这个事啊 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有时候你觉得很 很混乱的时候 或者是摸不清楚 应该怎么样的时候 那我就都放在一起啊 摸不清楚应该怎么样的时候 反正都放在一起 帅就完了 我觉得多也挺好看的 多也挺好看的 对 但是这个多 我看到你今天你的选择 其实还是有做了不同的搭配 比如说 雅光色系的 搭了一些亮色系的 中和了一下 所以大家日常在选择搭配的时候呢 一个是也可以像景渝一样 选择不同的风格 然后第二个 给自己不要射线嘛 是的 对对自己好一点 520最爱的人是谁 是你自己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第一个小的挑战 就算景渝是高分通过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挑战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撕开第二个 好 道具摆拍 这个就其实比较简单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完成度 要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难度 我们先把我们的道具板拿上来 好不好 尤其我们的工作人员 这个道具板其实很常见 大家出门 这个画框 这样就能看到 我看看那有什么 主题派对直播 520预见案 周六福 520预见黄景渝 一圈的字幕 基本上都是跟你有关的 而且是我们的520 那个主题派对 我们这样好吧 我们拍三连拍 但是要不太常规 好的 给你一个小小的挑战 不太常规 好的 好 那我帮你举 我先把这个很清楚的 这个手链拿出来 好 我带着他拍一个 好 看哪里拍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看哪里拍 看我们摄影老师举个手 好 中间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好 它是一个大特 一个大特写 你的帅气直接冲冲屏幕了 好 你这 你这能混的 我们再换一个 外之术系列 外之术 第二个 大家可以在屏幕前 也准备好 Pose 2 好 好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你是不是要稍微 来点东西了 对第三个 总得来点东西了吧 这个是今天的锦鱼给大家推荐 他带来的这一套的系列 哦 这个颜色 其实在镜头里面看 它的那个金色的 还有这个竹子 我真的很喜欢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挺明显的 戴在身上真的很踏实 很踏实 对 大家记住 黄锦鱼就喜欢这种踏实的东西 这种踏实的感觉 踏实足量的感觉 是这感觉吗 嗯 好 好 那我们这个挑战也算 锦鱼完成通过 来谢谢我们的小助理 谢谢 好 我们这个两个挑战都已经成功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要请锦鱼给我们来送上这个红包鱼了 所以啊 锦鱼今天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 对不对 对 主要任务嘛 今天其实就是来直播间给大家送福利 送红包 对 主要任务就是送福利送红包 直播间的各位会员粉丝们 大家有福了 今天我们的派对发起人 锦鱼挑战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的红包额度呢 绝对是超乎你的想象 红包鱼的福利马上就要点起来 发起来了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准备好了吗 那么同时呢 锦鱼其实为了我们这一次直播 也做了很多准备 我们小助理 红包鱼是不是马上就要下了 好 好 已经开始下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三二一 下红包 直播间的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抢红包 同时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后续还有非常多的精彩 等待大家 这一趟大家真的来直了 好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要一起进行我们的第二趴了 因为我们的第一趴呢 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 哎呦 锦鱼好可爱哦 刚刚呢 我们这有一平板 他一边看直播一边在 给自己点赞 给自己点赞 来你点 你点 你在这你慢慢点赞 一起点赞 一起点赞 大家一起点赞 在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 点点关注 我们520的主题派对的第一趴 到这里呢 就要告一段落了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 千万不要走开 好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你就在这 点点点点点 点到我们的结束 好的 520专门来直播间点赞 好了 我来帮你拿 大家可以点击上 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关注键 然后同时不要离开 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 还会请来一位大卡 跟我们一起共同度过 接下来的时光 我们派对的第二趴 马上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有请锦鱼 来到我们的沙发区就坐 有请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第二趴呢 我们也会邀请到 一位大卡 跟我们一起来 共同度过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要隆重的 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本次派对助力官 九六福品牌 总经理 刘鹏龙先生 这一位 职生 刘鹏龙先生 您好 又见面了 您好 哇 刘雨总今天带的这个配饰 好好看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周六福 剑总经理刘鹏龙 很高兴今天来到直播间 和景瑜一起 和会员粉丝 一起见面 嗯 谢谢 刘雨总请坐 刘雨总来到直播间 就感觉特别的大气 是第一次跟直播间的 各位会员朋友们见面吗 第一次直播间见面 第一次直播吗 所以希望这次可以 给大家带来多点的福利 第一次来就送大礼 送大礼 一般都是这样的 一般领导来 第一次都是要送大礼的 不然是离不开我们直播间的 今晚不仅仅是我们淘宝直播 今夜大明星的活动现场 也是我们周六福 和明星代言人的 首次直播合作 所以我们趁着这样的场合 也想问一下景宇 为什么会选择周六福 首先我非常开心的 跟周六福这个品牌合作 因为我们的理念非常契合 然后他们对产品的 确实也非常到位 其实我个人呢 也比较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也很喜欢这种 新工艺打造的新潮黄金珠宝 有非常多的时尚款式 可以选择 还不容易过时 比如说我今天佩戴的 就是玉剑系列的 鲸鱼吊坠 这个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不管是正装 还是你平时的休闲装 其实都可以搭配 还有强烈推荐这个 他真的太喜欢 这个足量的了 对 沉甸甸甸 买回去感受一下 真的不一样 安全感来了 安全感 这个话说 黄锦鱼带给大家的安全感 在哪里 就是这款足迹 在手上 对 在手上 对 其实锦鱼对于品牌的选择 很有自己的见解 我们也知道 周六福的品牌理念 一直都是时光流转 自信 依然不断塑造年轻 以及多元化的一个风格 用不同的工艺去打造 个性化的珠宝 可能仅于还有我 我们大家直播间的各位 对于这个珠宝的工艺 没有这么了解 我们就是看的好看 买 就是三个字 好看 买 然后正好今天 我们的助力官刘总 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想请刘总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也很感兴趣 您身上佩戴的这一套 其实我今天也给大家 带来了我们的 主推的产品系列 像我身上带了这一套 就是我们的那个 锡骨金的系列 锡骨金它是传承了 我们古法的金 古法工艺而提成的 大家如果像锦鱼 今天身上带来 这个预见系列 就是我们的五具工艺 它是比较新草 比较时尚的一种工艺产品 明白了 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间 来我们先请工作人员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为了让大家 更加直观的来看到 它这里其实一个是有 三个不同的系列 然后这三个系列底下 它有三个专门的对应 我觉得其实像锦鱼 今天佩戴的这几样产品 也是非常的新潮 我想请锦鱼可以看一看 镜头跟我们再展示一下 同时来介绍一下 你觉得这种几何切面的设计 有什么样的亮点吗 其实我今天佩戴了这几样产品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新潮 我们这个锦鱼尾巴的造型的项链 它有几何切面 然后很简约很干练 把它放正 然后最重要的是非常的闪 非常的闪 其实我们现在也想邀请刘总帮我们来揭晓一下 黄金工艺的几个特点 我们要不让锦鱼来切晓一下吧 我们几个 对揭晓一下我们的工艺的亮点 刻重更硬度高 撕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亮点 更轻 其实更轻在我们做那个无极精的时候 它可以使我们的产品的刻重更轻 硬度更高 整个系列会更加的一些比较比较实惠一点 这个是原本达不到的一个工艺 对因为黄金它通过一个特殊的工艺的处理之后 黄金的硬度会更加硬 那它的产品的设计的款式就可以更大气一点 对 其实刚刚锦鱼还提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身上佩戴的这一款 它里面有一个亮面的这个部分 它是一体成型的吗 是你也没觉得很散 对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看 以为是相线进去的 那我们应该锦鱼切开我们第二个工艺的亮点 第二个打开看看 更闪 更闪 对这个整个工艺的一个升级的话 会让整个产品的亮度会更亮 就看起来的话 它就很耀眼的一种工艺的手法 它是用全新的工艺 对 创新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比较潮的工艺的体现 是传承也是创新 它的款式也变了 好那我们第三个特点 更新 因为黄金它通过工艺的处理之后 它就可以做到很多的造型 我们理解传统的黄金的话 它是比较软的 就很难做出很亮丽 或者很夸张的造型 所以我们以前经常看到那种 叫18K金的话 它就可以做得很硬 那现在我们的黄金 整个硬度升级了之后 它就可以做到很多的新颖的款式 明白了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更轻 更闪 更新 这三个点呢 其实就是像 锦鱼戴这个鱼剑系列 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 像刚刚我们说的很闪亮 对 而且它的造型很别致 是的 我们其实想进井也看一看 就是刘总你身上戴着的这个 因为这个我觉得男士戴配戴特别好 刘总戴这个 其实 这叫洗金系列是吗 洗骨鲸系列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适合这个 大家买回来送给父母 送给长辈 因为我给我爸爸妈妈也会买这种造型的 和这种材质的黄金回去 所以其实每一个精巧的饰品背后都蕴含了很多的一种匠心工艺 刚刚我听完了刘总给我们带来的禅述和小科普 我发现其实包括像锦鱼 他比较喜欢的系列 我们这次专门跟锦鱼合作的这个系列 我们代言人和品牌是算是有一点双向奔赴的意思 其实今天两位的到来 也为我们直播间的会员宝宝们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我们为了感谢我们会员粉丝的支持 我们安排了一个叫做盲盒权益大礼包 里面是有不同的直播间的专属优惠 今天晚上八点我们也将准时开售 我们接下来先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五个盲盒好不好 拿出五个盲盒 然后这五个盲盒 这五个盲盒是这样子的 我们请两位来选这个数字 然后我们来把它揭晓开来 先请锦鱼选 那我先选一号 选一号 好 打开就好了 打开就好了 然后这边我帮你拿 这里有一个抽屉把它抽出来 里面有一张纸是我们这一次的福利 我看一下 好 预见系列产品大额专享券 大额专享券 这个一开就开了个大福利 这是我们全网以及全年的首次的一个明星专属的优惠力度 所以想要get仅于同款的小伙伴一定要看过来 真的是不能错过的 最重要的是呢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满满的福利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大家要记住我们八点之后 即可享受明星专属的专属优惠价 八点就能用这个券了 对八点之后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不要离开 我看到这是我们今天刚刚抽出来的这个 我们的公众人员帮我们已经来显现了 就是预见系列大额单品的专享券 全年全网首发的一个低价 所以大家也要转点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一起来蹲守八点的到来 我看一下时间没有多久 还有两分钟 马上到了 好 我们接下来时间 我们来一起请刘总来开一下下一个忙 刘总开几号 那紧于开了一号我就开二号吧 好 看一下二号 麻烦你 OK 我们看一下二号忙盒里头是什么 限时限量明星直播专场大额通用券 八百减八十一千五减一百五 哇 这个通用券比我那个厉害 我那个是那个系列的限量 这个是通用 这直接减钱呢 直接减钱 刘总很好气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稍后我们直播间将直接弹出这个优惠券 分别是八百减八十 以及一千五减一百五 大家看准速度要点击领取 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发券了 我们后台的小伙伴准备好了没有 而且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到八点了 我们马上要开抢了 来三二一 请发券 好 我们的券现在已经发出来了 大家抓紧时间去抢 看到看 我抢一个 我也抢一个吧 我手速稍微有点慢 我从来就没有抢到过这种带金券 你看 我抢到了 对 我现在我抢到了一个 所以大家一会抓紧时间 这个520的这个优惠券 只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期间下单 才可以尽情享用的 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下单的快乐 好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马上就要到八点了 也希望大家在八点来临之际 一定要 已经八点了 我看一下 已经八点了 现在正式要开拍了 我们这样 我们接着抽盲盒好不好 赶紧把李送完 接着抽 接着抽 三号吧 对 趁热打铁啊 我们全一盲盒 三号 启动人心的时刻 好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送了一件系列李盒 加赠明星立牌 哇 今天在直播间下单的 我们的会员粉丝们订单 自行备注直播 就有机会获得预见系列李盒 加明星的立牌 以上 其实就是锦鱼的一个立牌 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一个是吧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这个比我本人还好看的立牌 好可爱 而且还很帅气 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 我们现在已经是八点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正式开始 要可以开拍了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今天直播间里面 520到来之际 走花路买得开心 我们刚给大家带来的三个盲盒 都是八点开售的福利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八点之后我们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刚刚的权益忙好 还剩下两个没有开启 我们要不就请刘总一起开了 好我们继续 继续开 四号 限时限量 五折秒杀 限时限量 五折买黄金 在我们直播间 五折买金子 打给我妈让她赶紧上来 抢黄金 抢你手上这款好不好 安全感 没关系 把安全感送给黄敬鱼 这个真的很有诱惑力 大家一定要蹲守住 八点之后呢 我们仍然有精彩 是限量想不停的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一个 五折的限量的抢购 也希望大家可以抓紧直言 守候在直播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福利 最后一个一起开了 黄金大盘架 黄金大盘架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请小助理也帮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 这个是重磅福利 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会员粉丝们是非常有福的 因为八点钟之后 其实我们在后台会给大家弹出三个黄金产品的链接 限量黄金的珠宝大盘架来抢购 这个大盘架我们想请刘总给我们解释一下 黄金大盘架就是在限量的珠宝的时候 给大家一个抢购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种幸运福利是比较难的 对不对 比较难的 大家不要着急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的派对热闹起来 我们除了给大家准备刚刚的那么多福利之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520的来临之际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下单 购买买得开心 其实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几个不同的系列 不同的单品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请刘总说您身上的这个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开拍了 正在选 十五金系列 传承了古法工艺的一个 技术传承也是创新的一个产品系列 对 还有锦鱼身上的这个系列 锦鱼身上的是预件系列 是我们专门为锦鱼量身定做 一个5G工艺的一个创新系列 对 然后还有锦鱼很喜欢的这一款的这个首饰 然后他带的这个 有一个小小金尾巴的这一款 大家也可以 还有我身上佩戴的这些也可以 我其实特别喜欢我今天手上的这个 它有一个小金表 是一个表 对 是一个手表的造型 是一个手表 我看看现在是几点 它这个上面显示是5点20分 里面有金尖的 520 这个特别有新 我才看到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是一个小小的小金表 然后它里面 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5点20 就是520 这个表白特别好 藏在珠宝环境里面的爱意 哎呀 藏在珠宝环境里的爱意 赶紧把这个爱意拿回家 对 今天把这种爱意买回家 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服装的搭配 去订 像我觉得女士的话 可能系列挺好看的 然后像男士 或者说大家喜欢偏比较偏中信风的话 简鱼系列的整个身上的这一套都是可以的 对 如果送长辈的话 我觉得今天 这个 刘总身上的这一套 西谷金系列 对 我这个买给自己也好 突然就觉得前长辈了 突然就觉得 总而是您今天过来 您这个特数应该是最重的吧 对 应该是我们这几个身上的 是一个什么造型 是一个龙吗 是一个 玉的 应该是一个玉的造型 玉绝绝的那个造型 对 就以前我们古代的一种 它有一点黛玉的这种造型 其实还有一点中式的这种复古的感觉 对不对 其实能够感觉得到我们的这个 设计师的设计的小巧思 我们其实今天都感受到了 我们身上这些小巧思 而且有的哑光的 有的是比较更亮的 有些是可能是更轻 更加能够塑形的 然后就造型更好看 这个就是更轻的那种 我这个戒指看着很大 很厚 其实非常轻 感受一下 但这款其实 非常轻是不是 其实轻背后意味着 它的性价比更高 大家买回家的时候 而且会更硬 更轻更硬 对 更轻更硬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给大家来一个 预见惊喜的小PK 我们要邀请锦鱼和刘总 参加我们的挑战 为直播间的会员粉丝们 送上我们的专属礼品 我们游戏挑战也非常的简单 30秒的时间之内 我们有很多不同 刻数的小金球 投入我们准备好的篮中 刻数的总量 相加更高者极为胜利 所以两位其实是有一个比拼的 如果说锦鱼赢了 想要送给会员宝宝们 什么礼物呢 送珠宝啊 直接就送珠宝 那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来展示一下 我们如果是锦鱼赢了的话 我们送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礼品吧 那刘总如果您赢了的话 想送什么 锦鱼送珠宝 那我就送仙琴红包吧 送钱 对 来 有请工作人员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这一轮如果说锦鱼赢了的话 我们就送两个这样的礼盒 我看一下第一个礼盒里是哪一个 就是我的一样的项链 对 您的足晶的这一款的吊坠 其实大家拿回家这个礼盒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送人啊 自用什么的都非常的好 这款就是锦鱼身上的同款 然后还有一个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跟我身上的是一个同款 就是我现在带着的这个系列 所以我们的 如果锦鱼赢了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送两个 我们的直接送珠宝 然后如果是我们刘总赢了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送上我们的现金 所以锦鱼这边的是金玉足晶吊坠 和小惊喜的吊坠 那么如果是刘总这边赢了 我们直接就送现金的红包 好 我们接下来一步到我们的活动区域 好 怎么玩呢 其实也很简单啊 投篮游戏 你喜欢吗 我不行 我玩这个不厉害 咱们就说 问的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玩一个开心就行 对 玩高兴 玩高兴就行了 好来 两位学生 锦鱼先来 我们先看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它上面会有一个 这个小金球代表一克 一克 你可以先拿下重量 一克 然后这个是代表两克 就稍微稍微重一点 就和黄金球一样的 然后会稍微大一点 后底下还有一些 这个是多少 0.5 0.5克 你需要给你准备这0.5的吗 还有更大的吗 底下10克 你可以挑战一下 哇 那一个10克就够了 10克有点难投的 然后我们30秒的这个时间之内呢 把投这个数额 小金球 投进去越多投进篮内的 总数加的最高的几位获胜者 好的 好的 要不先给你试一个 不用试 直接开始吧 直接开始 好来 计时准备 3 2 1 开始 一个 我们工作人员帮忙进一下 这个没进 好 三个 加油 加油 两克的 没进 要不试试小的 0.5的可以试一下 你这个方法好 他一下 两个刚刚是进两个0.5的 进了一个0.5的 时间到 最后一个算你进吧 好厉害 真行 我发现你挺挺 应该应该多准备点10克的 不然这个刘总一个就给我都追过去了 刘总要不要挑战一下 刘总要不要挑战一下 继续不是很好 来吧 谦虚 你看多谦虚 开笔之前都这么谦虚 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刘总准备好了吗 计时开始 10克真的有点难 2克的 2克进了一个 擦边 好这样 我们这样可以试试他刚刚的方法 一下子 刘总 我知道了 刘总说平常我投的都是真黄金 OK时间到 最后一个算进了 0.5的 我们把那个分数算一下好不好 总分是多少 10.5 锦虚是10.5 刘总的总成绩是多少 2.5 10.5 2.5 赢了 你最后还试了一下这个时刻 我怕他比篮框还大 他进得去 今天试过了 今天我在这试了半天 是能投得进的 来我们先回到那个原本的位置 我们先回到原本的位置 所以我们刚刚这一轮 我们恭喜锦虞获得胜利 好的 真的厉害 恭喜大家迎来了这个 这个两个黄金吊坠 两个黄金吊坠 那我们怎么来赢取这个黄金吊坠呢 我来告诉大家 首先各位会员粉丝们 先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点击右上角 我们会有一个礼物盒 礼物盒 点击右上角的礼物盒 评论区留言520预见黄锦虞 我们将在后台为大家进行 公平公正的抽奖 中奖名单将会在七个工作日内的 会员频道来进行公布 大家可以去遁守来看看 是哪两位信员获得了 仅于现场送上的我们的福利礼物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你还得签个名 没问题 自己亲自包装一下 来有请工作人拿上我们的这个签字笔 好 好 你看一下签在哪里吧 礼盒正面可以 现在这个位置 好 大家千万不要刷屏 不要停 千万不要停 可以看一下 预见520预见黄锦虞 然后同时呢 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关注 右上角点击一下 我们的这个 礼物盒 好 签上一个 再签一个 这两个呢 一会儿如果您中奖的话 那边是会直接弹放出来的 OK 那我们现在这个环节已经 给大家送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要感谢锦虞 同时中奖的两位小伙伴 也要记得联系 我们周六福的客服人员 留下你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没有抽中的小伙伴 也不要灰心 因为下一个阶段的福利 一定有你们非常喜欢的 可以期待一下 锁定直播间 就会为大家送上 超额超多的福利 刚刚是仅于为大家迎来的 预见惊喜的珠宝大放送 那我们的派对助理官刘总 虽然这个现金没有送出啊 还有没有什么给大家送的呢 今天不送点什么是离开不了的 对刚才我们的后台同事 跟我们说说 我们整个直播间的热度很高 然后我们的会员粉丝 特别的热情 对 那既然来了直播间 我还是想送点礼物 送点福利给大家 我们直接上一波五折的秒杀 上一波五折秒杀 大气 刘总还是大气 五折买金子听起来 真的很有诱惑力 对 而且还有刚刚的黄金大盘价 我也特别的感兴趣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马上要给大家来一波五折的秒杀 那这个五折呢 我们是一个银式的秒杀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 也给大家准备了 好几款的不同的秒杀 好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要给大家开启 我们今天的秒杀了 刘总带来的福利是不小的 今晚的秒杀福利一共会开启三轮 到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按照这个顺序 来发放我们的后两轮秒杀 第一轮呢 我们会邀请锦鱼和刘总 跟我们一起来开启 后面的每个五分钟 后台会自动上链接放出 所以大家不要离开直播间 蹲守直播间 及时抢购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秒杀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接下来有请 大家一起到记事 好不好 好 五折银式秒杀 对 五折银式秒杀 三 三 二 一 好 上链接 我们链接现在已经上了 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 而且同时呢 我们能够感受到直播间 大家的热情非常高 秒杀应该 我看看 很快就好像 已经结束了 没有抢到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 接下来我们还有两轮 请不要离开直播间 每个五分钟之后 后台会自动放出 敬请蹲守 接下来还有更重磅的福利 等待大家解锁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刘总 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给我们送了这么多轮的福利 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 这么多黄金视频的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公益故事 也希望下次刘总 可不可以多来直播间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多来多送 多来多送 大家多见面 大家多见面 多领福利 多五折 多红包 刘总流汗了 其实我感觉到刘总 平常也是一个非常 亲和力很强的人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其实周六福这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一些品牌的动态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在今年签约了景鱼之后 其实我们整个品牌的升级 在是做了很大的工作的 例如我们在整个中端的形象 为了配合景鱼的形象大片 我们整个中端的形象 做了全面的升级 以春夏秋冬几个主题为一个概念 把门店的形象以拒绝性的呈现给大家 然后我们继续的跟我们的央视的 那个大国品牌合作 CCTV的一个大国品牌合作 那希望可以通过大国品牌 这样的一个央视的强而有力的一个背书 把品牌的一种高度 一种想表达的一种直观扭转自信 一样的理念 传达给我们的消费者 同时我们也在5月20号会在俄海 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工艺跑 是跟那个国际马拉松合作的 还有我们也同时也赞助了 第72届中国世界小姐 中国赛区的总决赛 这些一系列的活动 也是希望通过品牌的提升 品牌想传达的理念 给到我们的粉丝消费者 周六福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给我们的 我们的粉丝跟会员 提高更优质的产品 更优质的服务 谢谢刘总 其实刚刚听下来 周六福是一个非常有匠心 匠人匠心的一个品牌 我们刚刚说到的 我们不断的为大家 比如说变更了我们门店的 不同的全新的造型 然后我们跟景瑜的这个系列的合作 然后我们也要用全新的工艺 更多的一些款式来回馈 一直支持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跟刘总 继续在直播间相见 我们也希望周六福 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一些视频 带给大家 我们也相信所有的粉丝们 包括我们周六福的忠实购买的 消费者们 会一直支持周六福的 我们都是周六福忠实的粉丝 也谢谢刘总 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20送给大家一句祝福 好不好 祝大家520快乐 然后希望景瑜在我们直播间 可以玩得开心 多送福利 多送福利 谢谢 老板就方法了多送 我肯定多送 谢谢 那谢谢刘总 谢谢 下次见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哇 那其实我发现刘总来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主要还是给我们带了 这么多的一些礼物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也希望520 跟大家一起 除了有一些专属的 520时刻之外呢 也要聊一聊 景瑜之后的一些工作 然后之前可能一直在忙什么 我们这个阶段的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派对的 第三趴遇见美好的你 说到这里啊 其实很多的粉丝 还有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 知道景瑜要作为我们派对发起人 在520期间开启我们的主题派对的时候 都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景瑜是一个很暖心的人 这次来到周六福的直播间 也有为大家准备一些520的专属 暖心语录 这个是不可多得的福利 所以今天观看直播的朋友 千万不要离开了 嗯 所以景瑜要开始说一些煽情的话了 煽情的话 就突然到这个环节被Q到 哈哈哈哈 他都很紧张 这样大家先做好准备 我们查收属于景瑜的专属 520的一些暖心小语录 我们先来一句吧 好的 嗯 首先呢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周六福的品牌代言人 黄景瑜 然后非常高兴 今天能在520直播派对中 跟大家见面 期待下一次 跟大家更好的遇见 嗯 其实景瑜是今天整个接触下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内敛也很温柔的人 对你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觉得我很外向 哦我我因为我看到你的很多一些作品啊 影视作品或者是一些嗯造型出来的时候 对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作品里就比如说你在呃拍的影视作品当中 其实你你是那个角色是那个人物塑造的那是他做的事情 我不用负责任的对吧 哈哈哈哈你本人是一个生活中其实本人肯定都会跟这个角色中有一定有一定的差距 其实我看很多呃不管是国内国外的演员他们在戏里演在那种厉害强硬或者是呃善良的或者是邪恶的决策 其实跟生活中的差距反差都挺大的嗯你会比较喜欢自己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角色和造型或者是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也是必然的啊这个呃我们也要根据的市场的改变而改变也要根据自己的呃不一样的时段不一样的年纪去做改变做发展 其实我觉得尝试不一样的决策也不一样的片子啊有不一样的造型不一样的身份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改变啊所以肯定会在后面的呃工作路上啊会找更多有趣的不一样的新颖的 然后能让大家眼前一新的决策去尝试嗯 其实大呃可能很多刚刚在弹幕上的小伙伴说锦鱼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人但我其实我真的现在感觉你是比较沉稳的而且你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其实是很坚定的嗯 对要对自己的规划其实要坚定的嗯 不然太容易动摇今天听他一句明天听听别人一句自己变了那没有办法把路走得很很坚定很坚定很坚定很长远所以最重要的是520马上到来了 除了爱身边的人之外最重要的也要爱自己对对爱自己就是要坚定的支持自己的选择坚定的走下去嗯今天其实现场我们所有的会员粉丝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在520这个特殊的节假日还有节日里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表达爱意的契机和机会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想请锦鱼送上一些祝福给到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嗯 对那现在520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呃爱情的节日了啊更是一个爱的节日所以我也在这里祝福大家愿你们都有好运愿你们都能爱人也能一直被爱嗯 嗯我觉得最后这句特别好就是能够爱人也能一直被爱对对因为爱与被爱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上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嗯 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呃除了工作除了生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嗯 嗯啊我觉得爱世界爱每个人嗯爱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出门可能看到太阳光爱我们生存的整个地球啊就是爱一旦有爱出去了520其实不仅仅跟身边的人说跟这个世界说跟自己说跟你见到的呼吸的每一个空气都可以是感受他的爱意嗯嗯很耐心的祝福啊大家也知道近期锦鱼是比较的繁忙啊 今天来到现场也要请锦鱼分享一些最近的动态给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呃其实我马上也要那个进剧组去拍新的戏了新的角色嗯然后呢现在也在播这个极限挑战嘛好极限挑战也是最近在录的一个综艺然后呃后面还会有之前几年拍的片子可能就要官宣就要上映了请大家多多期待吧 多多支持嗯啊近期在这个比如说极限挑战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瞬间或者让你觉得啊是一个真的新的挑战对自己也好还是对嗯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你这一面的观众来说也好我觉得其实极限挑战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呃放松和交朋友的这么一个很优质的平台和节目啊我们几个嘉宾可以在节目上 很很很放得开的一起玩啊啊啊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呃看一看啊一起做一些互动的游戏啊虽然有的时候都很搞笑 大家互相之间看起来可能智力也没有很高哈哈哈对但是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然后呃呃传递给大家一些正正的能量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让你们在周末或者在一些闲暇时光点开我们的节目我能感受到我们想传达给你们的那种快乐嗯嗯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明白了一个是呃比较积极向上的这种能量就是快乐然后第二个好像天上去它是一个比较有童心很简单的对过程每个人在那节目里面其实大家都会回到一个孩子孩子状态七八岁十来岁那种到处翻墙爬背堆的状态啊所以仅于七八岁的 那时候是比较调皮的吗对七八岁男孩七八岁基本上都调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有意识说我要啊搭配搭配衣服我要带带这个小配饰我也喜欢选一些适合自己的这种装扮其实上学的时候每天要求穿校服那会就很希望能穿上这个自己的便装啊嗯现在应该也很多学校都要学穿校服的嘛所以会在节假日就啊 会想要穿什么能好看啊然后后面其实我发现我就越往后越注重舒适性了舒适他还是你还是比较喜欢松弛感这个词这段时间也挺火哦是吗对松弛感这个词我不太知道就是让自己就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穿衣服你喜欢不要太束缚自己的然后生活里面大家也不会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有一种松弛感的感觉比较松弛生活是的是的是的对衣服真的不能解会会不舒服也不健康嗯 所以你你你会比较喜欢休闲的舒适的这种感觉对我基本上都是不被束缚的不管是衣服啊裤子还是T恤还是任何还是你这个人都不爱被束缚那配饰呢配饰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搭配上的配饰其实小时候就会买很多那些呃什么钢制的啊一些小玩具银色系的那个时候然后慢慢长大了嘛然后 呃呃其实也自己也开始喜欢黄金然后其实家里人也一直很喜欢黄金嗯就爸爸妈妈那一辈其实他们都喜欢黄金比其他任何金钱都多对对你跟他说什么薄金钻石什么他其实回头还是最喜欢黄金嘛嗯嗯然后安全感吗真的安全感尤其是这个手镯戴上之后我就在这里大家诚实一下啊有一种安全感心里嗯很踏实然后觉得这个这个戴在手上重重的很好看 嗯嗯跟自己非常配黄金鱼同款安全感哈嗯其实也可以感觉到锦鱼一直有在拓展自己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啊除了我们刚刚感受到的这种正能量之外我们也想问问锦鱼如果你真的平常遇到了一些不顺利不愉快或者让你会情绪上有点不适的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去排解他呃不顺利不 嗯我觉得不顺利这事儿可能绝大多数人的生命生活当中都会有你觉得不顺利的时刻但其实我们的都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会过去的然后他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经历嘛啊就我们要感谢老天给我们这个呃也要感谢爸爸妈妈给我比如说我个人来说给我生的这么好然后个子这么高身体又健康嗯对吧这个 你想到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值得让你不开心的嗯还是心态要好对心态好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好运和好的事情发生心态不好的时候其实嗯可能会有些影响运气我觉得嗯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啊积极地面对每一件事情你觉得是比较重要对不管什么事情要积极地向好的方向的去做去处理嘛嗯我觉得帮我锦鱼说 说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啊你的这个整个人的气是正的向上走的我们讲的经济神经济神经济神有经济神了那很多事其实就会迎刃而解但已经不能被一些问题和困难给击垮给打倒嗯等你回头看的时候其实那不是大问题是小困难嗯你真的是一个很坚定的正能量的小伙子我在说啥我觉得生活当中的拼搏的这个小伙伴要保持 乐观的心态我们在生活的路途上其实也有很多的不愉快但我们不能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在这个充满爱意的520锦鱼有没有什么样话想要对粉丝们说的嗯在这个温暖的520里希望大家都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啊去遇见生活中的美好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惊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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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精彩之处呢不仅仅在于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你拼搏奋斗过程享受每一个人生的体验每一个努力的当下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嗯好那我们也谢谢锦鱼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520的这一天开心又快乐我们谢谢锦鱼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今天除了给大家带来感谢激励之外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度过一个印象深刻的520 我们特地准备了直播间的专属福利同时呢也是锦鱼给我们特别争取的叫黄金大盘价这个福利真的太重磅了我相信各位会员粉丝们一定也能够感受得到周六福和锦鱼带给大家的诚意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锦鱼帮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个黄金大盘价吧好的好我们一起倒计时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倒数321开启大盘价我们的这个福利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了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 链接已经开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然后同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问一下我们随时在线的客服小姐姐今天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跟锦鱼一起在生活当中遇见更纯粹的热爱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今天最后还是请锦鱼送上几句话给到观看直播的你的粉丝吧好的我们这个直播其实也快接近尾声了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哦跟大家在这个周六福的直播间共度这个520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和对周六福的支持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都能感受生活的美好 愿大家都能变成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世界没错也希望大家有爱的人有被爱也有付出爱的这个对象嗯热爱每一天吧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结尾呢我们要再送一波红包雨了那最后的一分钟我们要再次感谢锦鱼的到来最后一个小问题520那天你打算怎么过呢工作工作爱工作嘛我爱工作工作爱我 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伙伴520那天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告诉自己爱工作热爱每一天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锦鱼也希望支持锦鱼之后会播出的作品然后同时也期待可以更多次的跟锦鱼在大一幕上来相见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结束了最后我们送一波红包雨啊红包雨已经发送起来大家专业时间在弹幕上面进行抢购今夜的精彩还会继续呢我们稍后会给大家转到我们的自播间福利不停精彩继续希望大家可以给大家转到我们的自播间福利不停精彩继续 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周六福那么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好不好拜拜拜拜 拜拜